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早晨,又到了星期五 昨晚美国股市的表现是反复向淡 看看美子期货走势 美子期货在港股收市后先跌后升 然后又像平日那样,即近来 纽约开市前后急跌 然后有掉头升,非常反复 还要升上全日的最高位 然后又掉头下来 这一点就是纽约收市的时限 接着我们在低位备回 最近这15分钟又有急跌 形势真是一般 港股方面,昨日我们五大指数的真正变动 全部收市都是暴跌 跌幅于红筹股的2.54%最为明显 科技股叫在低位支持最强的 只是跌了0.53% 成交金额比率看是否配合跌势 看一看,比较 全部都明显低于20天平均数 即是说,我们香港的港股市 下跌动力应该是越来越减弱的了 加上我刚才也看了 待会大家都会看到 恒生指数的20天年度 法力士波幅已经回降 由21.7厘跌到21厘 希望是继续下跌,代表下跌动力减弱的 再看,就是香港昨天收市的时候 美资期拓捕4482.75% 升了0.657% 本来是不错的 应该拖高港股,拖不高 全部都是偏低的很重要 0.275%至0.4 sorry 2.75%至4.52% 恒生指数最低是24505 24505还未到第二个即市 重要支持位 昨天之后也要大家提提 开市开得不好 提提大家什么 就是要看第二 可能要退到第二个即市重要支持位 最高是25046 25046 理值都未到 非常差 炎货主板市场 飞省会主动买股比率收市 53-47 和过去5个交易日的平均相同 那就是 代表在低位都有人入市数货 又不是说 折得很紧要的事 只不过慢慢地 一点一点下来 昨天录得资金正 主动买入连续第20个交易日 是35亿 低个平均的40亿 不过佔总成交金额比率太低了 不值得重视 没什么大启示性 总成交金额 总成交金额 回降至1508亿 低个平均的1528亿 卖行金额比率 升到19.346% 近十多日最高的位置 好像想试这位置 高个平均的16.616% 今天看国企指数 阴阳速日线图 一二三四 就是连续跌了四日 连续跌了四个交易日 试保力加通到底 SAR极点低位 就失手了 连续两个交易日 过去两个交易日 连续两个交易日 都出现低的 这个位置 收市位 后市根本不妙 试这个低位的机会 就大增了 试这个 8.645的低位 机会是很大的 跟穿不穿 是另一回事 然后呢 RSI SDC 加上刚刚出了 双雄公信 MACD 全部都来淡 即是国企股的短期局势 全面向淡 或者我叫显著向淡 好淡大幅角力的情况 加团收市位和成交量配合分析 恒指期货跌和跌 跌得来不配合成交 国子期货就不一样 跌和升 是配合跌小的 BWI角力指标 -3-3 恒指期货跌得来 成交很支持 国子期货跌得来 成交普通支持 你刚才说国企差点 这里好像国企相对没那么臭 刚才说是一日的 而TWI是过去五个交易日的 看看分别吧 天尼值 恒指期货跌到-688 国子期货跌到-161 更加不漂亮 今天和下星期一的后市 都要很保留 大家对后市的发展 加团平均天尼值 正1.227 比之前差很多 国企指数 期货 正2.308% 两个都在说% 恒指期货昨天是跌市 明显了 国子期货跌市 科子期货都是跌市 上星期三 差不多 启示 无论是中资或外资 在蓝筹股 国企股 科技股 战场上 男友开新仓 徒利的同时 好友都在评测 构测计数 今天的市是如何? 走势反复再跌 机会大 又再看这个表 我们用过去五个家日的资金流向 资金正主导买入的 五个家日的累积计 或者是流入流出计 最强的 远景服务业有35亿 资金正主导买入 一般金属及矿石业有19.9亿 接近20亿 石油及天然气业有17亿 地产业有14亿 保险业有14亿 头五位 资金正主导买出的 最差的是下边的六个行业 大概由美数 最差的是电信服务业 流出12亿 我们叫流出 资金正主导买出 可以这么说 厌格地说 也不应该叫流出 应该说资金正主导买出 就准确一点 因为流出 也要包括被动卖出的那些盘 OK 如果我们看过去一年的比较 这五个 现在当前的焦点行业里面 看看他们过去一年比较 如何先 以这个远景服务业表现最好 就是流入 今晚又不够流入 资金正主导买入 4514亿 你记得橙色路线就是 其他的就没有那么多 相对最少的 应该是石油及天然气业 是蓝色那条 只有269亿7千多万楼 资金正主导买入的ZACK 我们要知道远期是如何 近期是如何 才可以正确地看得出 每一个行业里面的表现 500次恒生指数 恒生創合指数成份股 资金正主导买入最多的是 12亿左右的腾讯 第二位是大弱势 再创12周身低 56.25亿 中国平安 4亿多 第三位是银河娱乐 3亿多 看一看 哇 头10位 创12周身高 真低 对不起 包括中国平安 银河娱乐 自己看的价位 不读 金沙中国 赌业股 明远云 很久没有上榜 按下去 21个8 一路跌下去 一路有主动买盘数货 西贸集团 阿里巴巴 看第11位 澳博 澳门赌业股 很差 头10位 只有一只 逆市升 中国平安 57.4是否转势 短期 显著反弹 中长期 就不用看了 看一看 57.4是高的 加均平均价 都不错 全日低位 58.2 再看主动买股比率 可惜不够 5比3 只能代表56.2.5 都有 都是一个即市支持 是否很重要支持 不可以这么说 因为不够65比3 2比1倍 中国平安 不要说短期反弹 超短期反弹 让他看看 其他九十都是跌的 大家自己有心思 可以暂停这个表 暂停这个表 对一对 究竟昨天收市位 有没有高过 家权平均价 譬如好像腾讯有的 跌得来 都是好些 如果有一些 譬如举例 这一只 金沙中国 是低过的 依然受估压 不要太看重 转日低位的支持力 15.3 主动卖沽比率 有没有特别说的 有的 虽然跌 有一只 两只要特别说的 第一只 就是 雅生活服务的 77比23 美国比较低位 26.7 是一个短期 新的短期 重要支持位 不过 他昨天收市位 27元 是低过家权平均价27 1.8% 所以 这个位置 可不可以找手 要打个问号 另一只 73比27 主动卖沽比率 明远云 他见过52周身 低价21.8元 是沿途 数货数得很積極的跌率 或是跌下来 数换上来 24.1元 24.1元 是高的价格平均价 即是 这个21.8元 是短期重要支持位 支持位 支持力强很多 加上 2比有3倍 3.2倍 足够3倍 代表 昨天在增池区 21.8 25.5元 好淡 双方曾经激战过 只要 站在25.5元 短期跌小 大胆 假设 已经高了一段落 这就是 明远云 明远云 我都准备了 简单地说一说 日线图形势 明远云 然后 我们看看 升跌的 百分率 足够5% 跌得最多是 世贸集团 10.49% 接着 这两只 8.9% 雅生活服务 长城汽车 8.6% 跌得这么厉害 大家又一样看 看收市位 高不高 都翻过 家团平均价 雅生活 服务 就不行了 长城汽车 都不行 另外一只 世贸集团 都是不行的 刚才说的 生活 长城汽车 58.42% 证明 低位 29.2.5% 都有一定的 数货 有人进去 很积极买货 世贸集团 62.38% 都是一定的 数货 13.38% 全是低位 量比5.9倍 更厉害 好了 说完这里 金沙中国也有三倍 这些赌业股 金沙中国 现在就在这儿 很淡激战 是正常的 在我的专业 还有分析表 里面就说出 昨天表现最好是腾讯 跟着中国平安 第三位就是明元云 腾讯 我都没什么说 我刚才说一说 明元云 刚才是什么 中国平安就说了 腾讯 跌0.5% 是微跌 收市位 高过加钱 平均价 主动买股比率 都不错 叫夹夹 就确认了445 元前 那些 主动买盘 都是 减硬的 不可以说很厉害 因为56比44 量比 很低 0.7% 今天只要想重点分析的股票 之后 是3319 是瓦生活服务 刚才提过 那我就画了一个 下降通道 有个下降通道 画了 一点高位 一点高位 一点低位 昨天是失手的 底部支持 希望尽快上去 如果不是 试这个位 甚至穿这个位 试这个位 甚至再穿 都是一点都不奇怪 为什么呢 你看看 一浪低一浪的走势 但安上好像站稳了 凡真站稳一段长时间之后 底部跌穿 就大件事了 就是这里全部都购买力 被消耗了之后 这些全部拿了货的人 全部是坐在艇 那你就想 略为一旦上来 他们就不走 有鬼了 加上昨天是大阴族 连续四个交易日阴族 第四个交易日出现大阴族 成交急增 绝非好事 平均线分布形势 一般 例如大家看到 在经济通的 Hot Talk 1 点钟 或者看投资必学的阿梅基青班 梁凯玲Kathy 她就用10天 20天 和50天 但我就进取一点 我说过了 就是5天 20天 50天 我跟她说过了 为什么我用5 用10 会不会跟她用5 5其实是好一点的 就是快一点的 就是说 快些步骤 因为平均线很慢 你等10天才买 10天才买很多 她说因为这些观众 就没看惯了5天 暂时用10天 稍微慢慢 教育一下她们 等她们去策划才改 有些时间需要的 不要紧 不然我不同 我对我的观众 通常他们的投资水平 是比一般的 或者她的节目的观众 就会高一点的 仍然接受一点的 我想用5天的 方法是一样的 就是分布形势 昨天我都见她用平均线整体分布形势 去说三桶油 比较平均线 简单移动平均线 simple moving average 来分析 分析得好 大家看看昨天她自己的 solo 的 hotop点钟 或者是 投资必学里的 剪出来的影片 接下来看看obv obv obv 很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这里升上下 有个低位 这些低位一级一级 推上去 本来也算是挺好的 但现在这下 一落 看一看 是穿了这些低位 obv 也确认 现在关键就是 它再落 跌穿这个位的时候 你看看这个位 穿不穿 如果跌穿这个位 然后还站在这个位置 一直都不肯穿 那就有机会 显着反弹 否则 后市就是一般 接下来我说 今天我记得 我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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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第一只 和大家 想简单分析的股票 就是 中兴通信 为什么中兴通信呢 因为它昨天 是在 500只恒生综合指数成分 股指中 资金正指动卖出 排头10位之内 那就是 差的 中兴通信 763 中兴通信 这个的 阴阳烛日线图上面 昨天 是录得 连续 第三个加日的阳烛 在跌市之中 录得阳烛 但就出现了 资金正指动埋出 即是 它冲到上去27.7前 那些人 那些人 不走 都是沽了货 整体来说 它仍是一个 横行区 一个反复偏 好 近期转为偏稳 的横行区 都是一个反弹 一个反复上落 在之前跌落之中的反弹 不是一个新的上升势头 没有 怎样才有呢 你一定要升穿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是 28.4.5 升穿期盾在上面 最好就是跟着 阳烛 或者一个上升年后 或者最好两个都有 这样 你的机会就好了 还有当然 还要看一个位置 就是这里的高位 31.7.5 跌到最低位 24.7.5 0.618 自己计算 我会在详细分析 那些就会和你计算 这些我不花时间续续 自己计算 这个减这个 会活成0.618 加低位 高位 减低位 关键是否站在上面 先看看有没有机会 试31.7.5 阻力 暂时来说 还在保利加通道里面浮浮浮浮浮浮 保利加通道中途就是 几次受到考验的支持 不可以跌穿 一跌穿 应该是市底部 没有什么走鸡 八成 根据经验 SAL 仍是好的 STC 和%K 就黏在50线附近 暂时低于五天平均线 RSI 对不起 STC 和%K 仍是高于%D MAC 仍是正数 1,2,3,4,5 都是好的 这些股票暂时是利好的 全显著向好的短期局势 问题是 阻力位突破 在这些位置追进去 就没有什么直播率 你的指示位置放在哪里 你放在这个低位 有些 问题就是 因为这个低位试了几次 即是26.65 如果你放在这个低位 25.65 又不够直播率 所以 我建议都是观望 这些股票 短线来说 全部我讲短线 简单来说 刚才提过 我会说明远云 明远云 比刚才那只差很多 为什么差很多 你见到 创12周新低价 但是昨天的好处 是一个锤头仔 但我嫌这个锤头 这支蜜烛的阴烛 新区仍是长了一点 及格计区 不是不及格 都叫做锤头 但是短一点 就更加好 表示下面弹上的动力 是好一点 即是说 临收市的时候 买家就追贴股家 现在还差少 不够 不够 不够短 就出了一个SAR 极点低位 在什么时候出 我先看清楚 SAR是32.3 没错 前日已经出 昨天的低位收市 当然是不好 前日低位是25.1 昨天收市是24.1 即是说 前日的高位 27个毛本 已经成为了新的短期重要阻力位 1个盘 2个盘 3个盘 4个盘 5个盘 全面 或者显著向盘的局势 指标全面来盘 这些股票 博不博反弹 当然是不博 当然是看清楚 是否能够上去 23个以上 还要到时 万元等信号转好 这些形势 我们起码等 5个指标之中 有3个转好 我们才开始入市 就算是企稳 在这里附近 24个8盘 都估计有很多的 股价会压住价格 那不要碰 第三个 又是在资金正珠 卖出头10位里面的昨天 是中煤能源 1898 中煤能源 看到这个是什么 4极致盛 昨天高位6.8 阻力短期很大 都升了很多 昨天开始一个明显的回吐了 曾经出现一个明显的回吐 就是这一下 这一下 这个 我要先量度一下 是否是穿头破脚 你看看 收市位6.168 不算 这只是类似穿头破脚 开始位 65.94 类似穿头破脚 因为这支阴烛的开市位 不只是跟上天阳烛的收市位相等 没有高过 不过 接下来就被破坏了 因为收市位 这个收市位6.32 是高过这个 不是 对不起 原来没有 看了 肉眼以为是 这个类似穿头破脚的形态 最高位是6.35 第二天 接下来 6.38 最高就过了 但收市6.32 依然低于6.35 接下来 接下来 收市位 6.12 6.12 昨天 原来没有 即是 原来这个 依然有效的 类似穿头破脚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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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即时 但短期 要过夜 短期 短期 就未成功 一定要高过6.35 当然 现在6.35 未过到 但昨天出了射击斯星 你有心理准备的可能 都可能尝试挑战一下 6.8 前边未必到 可能6.5 那些位 再下来 不稳定 这就是股票的形势 上跌 而不跌 再试高位 这样的款式 但又试不到 又破不了 指标呢 1.2 这个应该是好的 这个是好的 1.2.3个好 2个招 STC转了一招 3.5.2招 只不过是偏好的 那就是 一般的 只不过你要买 后低位 一定是将指舍位 放在这个低位 我看看 和大家看看 5.8 5.8至6.8之间 自己找2.5 比1的直波罗大 看看够不够 够呢 就可以 入市的小处 要很小处 为什么呢 因为 5个指标之中 只有3个好 至于如何是小处 如何是中处 如何是大处 大家再看回 我星期二 晚上的 网上讲座 里面有一些精华片段 应该很快给大家看 看看 一点点 你就明白了 当日我是问这个问题的 我就考了梁凯玲 全部答应了 多厉害 应该不是一个主持 应该是一个分析员 好 最后来看美子期货 美子期货 现在最新是 正在做 4466.50 4466.50 5.0 开市的时候 是合理值 现在的合理值 恒生思数 应该只是24422 跌246.0 近期都是这样 不是合理值开的 希望高过去开 希望高过去开 不要碰到合理值 然后就试这些高位 第一个即使 还要载力位 24721 第二个我都不敢看 不要这么大贪 周末前 万一到了合理值 不肯上 唯有就要忍一忍 好优惑 趁到24069附近 等机会了 最后 提一提 稍后12点钟 我们又有投票 在我的Youtube频道里面 我Youtube频道里面 就给大家看看 Youtube频道里面 有一个社群 你进去 一会儿 一会儿 五个投票 第一个给大家投票 上个星期 大家投票了 腾讯 一会儿 第一个一定会给大家投票的 就是你们 在这些留言里面 最多人想说的 就是六一 八六 中国飞河 另外四个我还没想到 现在12点钟 大家有48小时的时间投票 好 那我们在第二段投资金分析节 多谢各位收看 立即赞好订阅 和follow我们etnet所有的平台 投资路上 etnet会和你一起并肩作战